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帝这一代 景帝这一代都做官 做到了2000代 就是2010 那么他四个儿子也学他一样都非常谨慎的 四个儿子也都做到2000代 用我们今天的话里说 四个儿子也都做到 比方说厅级干部或者部级干部 都做到这一级干部 所以家里合起来是一万代 他家里五个人达到了2000代 这一种冠决 这个石有时候念蛋 这个石就一蛋 一百斤粮食 一百斤粮食 汉代的人 他这个是一个疾病 最后的封给你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的腐税就是你的收入 到了明朝的时候 多少蛋 实际上你的工资就是多少蛋 凤落就是多少蛋 你像刘姬他是255 245蛋好像 李善长就是2400多 差十倍左右 差很多 我给他算了一下 明朝的官有时候是非常之的清廉 你像刘姬这样的大官 一年也不够 年薪也不够三万块钱 两三万块钱 我给他算过 那个时候的蛋 拿多少蛋粮食 多少就是给你的工资 凤肉 凤肉 这里讲到了 他说我没有十份全家人这样子的谨慎 而有薅尽之类 九亿四戒 所以我最后他提出来 他说我这个人是不能够做官的 为什么不能够做官的 我有必不可侃者切 甚不可者二 我这个人不善于做官 我有七条理由 有两条理由 七条理由加两条理由 我不可能做官 前面这个七条理由是什么呢 大家看看 我这个人 雾喜晚喜 而当官忽子不知 也不肯厌 我们大家知道你要做官的话 早上八点钟要上班 是不是 下午几点钟下班 你要去做班的 你想我到美国去 美国是早九晚五 早上九点钟上班 晚上五点钟下班 中间不休息 当然给你一点吃饭时间 给你一点吃饭时间 美国人很多都带饭去 每个房间的都有胃部炉 摇一摇就吃饭 吃饭 饭吃要继续工作 办公室不关门的 不关门 所以他早九晚五 我算了一下 正好八个钟头 我们中国人大家知道 也要上班 尽管中午有点休息时间 但一般现在 也不允许关门办公室 他也是早 也是八个钟头上班 我这个人呢 喜欢晚上睡得很晚 我呢 早上起得很迟 假如有人叫我的 叫我起雷的话 我是忍受不了的 我也不会起雷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报情行淫 异沟草野 耳力作手智 不得盲动 耳不肯严 我这个人喜欢报了个琴 喜欢钓钓鱼 假如叫我去做官呢 后面有很多勤务语人员 警卫人员跟着 我不能够乱动 这个是我受不了 这是第二条受不了 第三条呢 微作也是 必不得遥 幸福多事 八糟无矣 而当古矣张佛 接拜上官 三不可言 作官呢 微作就是高作 高高地坐在那里 我们大家知道 作官要以作性 要坐如钟 坐在那里 每天要练作 要练作在那里 还不能够摇动 我这个人呢 因为很脏啊 幸福多事 我这个身上 师子很多的 你说我不动不行啊 这个养啊 对不对啊 要招养 我是把招无矣啊 但是呢 你叫我做官的话 古矣张佛 张就是文章 就是有花文的官佛 官佛都是有花文的 还要去接拜上官 我是受不了 这是我第三条 不能做官的理由 第四条 术不变术 又不惜做术 我人间都是 对岸引己 不想仇打 这犯叫双义 约之勉强 这不能久 是不堪言 我这个人 不太喜欢 做那种官样文章 不太喜欢 做官样文章 你叫我去做 那种官样文章 官场上的印大文章 我实在受不了 要批公文就受不了 第四条 第五条什么呢 不喜吊丧 人道以此为重 以未见受者所愿 自悦见中伤者 谁虚然自责而信不可化 这将心顺说 这微故不勤 也终不能或无救之余 如此武不堪言 第五条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 愿意撤起人家的追悼会 追悼会 人家死了者 我假如作为个部门的长官的话 我还要去吊丧 吊丧丧 这个我实在是不愿意 不愿意 第六 不惜所人 而党与自共事 或宾科营作 名声田耳 消沉凑处千遍百计 这人目前六不堪言 做官这个东西 他说我要一堆所人 这一次每天说你好 我好 我好 你好 大家互相说一些吹捧的话 吹捧的话 这个我实在受不了 这是我的第六个受不了 第七个受不了呢 心不内凡 而官司央长 机武传其心 事故 反其律 却不可言 事情太多 事情太多 做官的话 每天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这个人最不愿意 最不喜欢处理这些事情 因此呢 我也不能够做官 这是七不堪 七样事情 我是不堪做官的 还有两样更顺不可的 还有两样更顺不可的 有美肺汤舞 而不周空 这些人见不知此事 会显示教所不容 此甚不可业演 第一件事情 最不可的 最不可叫人忍受的是 我这个人呢 讲话乱讲 虽汤舞不周空 汤 商汤 舞 周舞王 商汤 我们大家知道 它是革命 它把下级的天下拿过来了 作为自己所有 周舞王也的革命 它把双周王的天下 拿过来作为自己所有 这里讲什么呢 司马昭当时也在鼓吹一个理论 就是朝魏的皇帝不行了 朝魏的皇帝不行了 要把它变成自己的天下 我们大家知道 司马昭 司马斯可以死 是不是 司马斯把朝方废掉 把朝方废掉 后来司马昭把朝毛杀掉 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把朝换 换掉 自己做皇帝 是不是 朝家的皇帝一连 或者废掉 或者杀掉 或者叫他让位 三个皇帝 他都这样对待了 所以 季康已经看出这一点了 所以司马昭他们当时就在 用汤舞革命 用周五革命 就是用陈汤跟周五两个革命的事情 他来为自己造舆论 而季康说 我是反对这件事情 我是站在朝魏政权皇帝这一边的 还有周公 周公 孔子 周公孔子 我也是贬低周公跟孔子的 他说我现在生活在人间 但是我不会讲一些胡乱吹捧的话 因此我现在为视教是不容 这个是决不可特地主观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这个人是刚强捷握 轻视之言 欲视变发 是甚不可二言 第二个事情 我这个人碰到什么强后 我会讲话 我们前面学了软介 软介这个人是心里最大的苦难 他也放在心里 他不表露出来 是不是 他通过其他许多奇奇怪怪的现象表露出来 比方说软介 他心里结端痛苦以后 他会驾了个车子到处跑 跑到了一条路 没有的地方 他停下来 痛苦一常回来 是不是 眼泪没地方留了 一个兵家的女儿 十八岁的大姑娘死了 她就抱了个遗像大哭 人家以为她是什么人 她是想把心里的那种悲愤把她泄露出来 每天喝醉了酒 喝酒是不要命的 不要命的喝 每天是自己处于一种罪态头 但他从来不讲反对司马庄的话 极考说我做不到这一点 我是一定要讲的 一定要讲的 因此我最深入我的是什么呢 我闻道士一言而说 黄金 灵人就受益胜信子 游三者观鱼鸟兴胜如子 你让我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吧 但是我们大家知道 世界上的事情 不是东风压到西风 就是西风压到东风 没有调和的余地 司马昭看了他的 切不堪 二胜不可以后 夏军心最后把极康杀掉 这个地方 季康被杀之前 三千派学生去要求 让季康 希望把季康留下来 留下来以后 让季康当他们的老师 但是司马昭 他就要杀极客和子 就要杀一个最有名的学者 把季康杀掉了 所以季康最后是死于非命 季康最后是死于非命 所以纪康在这封信当中 他以他说自己腐性疏懒 不堪礼法的约束 他提出了却不堪二生不可 来表示自己不愿意做官的坚决意志 表现了自己不愿意与司马昭同流合污的坚决意志 在这篇书信当中 他流露了不满司马昭阴谋喘畏的情绪 因此最后遭遭了司马斯的厌恶 成为以后被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篇文章希望我们大家回去好好多一多 这篇文章很长 因为我们的客室安排的关系 不能够全讲 有时间我真想给全部给大家讲一讲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下面我们讲讲两进文学 一个是西进文学 一个是东进文学和陶渊明 中文学和陶渊明 我们下面讲两进文学 两进文学 先讲西进文学 西进文学 西进文学 我们大家看看屏幕上面 这个近出著名的诗人有两个 一个是傅玄 一个是傅玄 一个是张华 傅玄 张华两个是晋出著名的诗人 他们的诗风表现了由畏到晋的故度 我们大家知道司马昭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司马炎 终于原形 叫曹焕让位 他自己就去做了西进的皇帝 当然西进的时间很短 为什么呢 朝魏时期 我们大家知道 从曹培开始 他就不让曹子他们掌权 不让自己的兄弟掌权 所以最后当司马一把曹商杀了以后 曹家就基本上没有力量 所以司马炎做了皇帝以后 非常有意思的 反其道而行之 让自己的司马家的人 大量的掌权 到外面去做带兵 实际上做大军军司令员 最后司马炎罪的时候 压得住 司马炎一死了以后 天下就大乱 发生了著名的八王子乱 自己打自己 自己打自己 最后把自己的政权打没了 最后晋元帝跑到南京 最后建立了东晋王朝 那么我们今天讲文学 从政治大家都知道了 历史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我们讲讲 晋初的傅玄与章话 傅玄与章话 傅玄他与佛司建成 他虽然在晋武帝治理作约的时候 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宗庙约章 但是有一部分约府 却继承了汉约府民歌的传统 反映了社会问题 具有现实的意义 其中由以反对妇女问题的作品为最伟络络 比方说 余章行苦相片 这个约府司描写了 苦相这个女子从出生 成长到嫁人 以至婚后生活的整个过程 深刻地解释了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 余章行 是汉约府的旧题 汉约府的旧题 傅玄却用他的一些当时的事情 接受了曹操与佛司的影响 与佛司的影响 另外傅玄还有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一幅一首诗 与佛司叫秋狐行 表现了秋狐其忠于爱情的真理的行为 真理的行为 张华这个人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出生的比较低微 但最后呢 卫司做得上显著 他做到宰相 是一位比较政治的官僚 当然最后也是逃避不了被杀的命运 西晋之正史以后呢 名识都崇尚虚玄虚 那么张华的壮士片当中呢 表达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他有个诗歌叫游猎篇呢 对游猎生活的描写呢 也暴露了四座生活的幻荡 轻薄篇呢 用铺张的笔法 揭露了四座生活的教授营业 以上这些诗歌的内容都继承了 汉乐富民歌的一种 显实的一种精神 但是张华的诗歌 今天我们看起来呢 内容比较单薄 因为他总是一个贼相 贼相关注大了以后 每天逐立正式 那么这诗歌的技巧上面 下的功夫呢 还是不够的 我们不妨可以看看 傅玄跟张华的一些作品 作品 先看张华的一首诗吧 张华的一首 他第一首诗轻薄篇的比较长 我们各位秩序啊 大家回去呢 去看一看 看得懂的 难懂的字也不是太多 我们讲他一篇短的 短的情诗 大家看看 这首情诗啊 写得非常有意思啊 这首情诗写得非常有意思 游墨四眼外 逍遥多严重 我这眼外一个人啊 拿眼睛四面看过去 四面看过去 我一个人呢 只有我一个人啊 一个人 看到了什么情景呢 大家看看 兰去 兰汇 愿轻取 繁华 阴绿主 繁华 阴绿主 兰朝跟汇朝 在轻轻的河水边上呢 这样子呢 升上来 这样子升上来 呃 长得非常好 兰朝跟汇朝 长得非常好 把那个绿主吧 都遮住了 遮住了 家人不对子 屈子 有水雨 啊 呃 因为我心中的美人呢 不在这个边上 就是他们的花潮 长得那么好 我呢 如果扯下来 又能够送给谁呢 啊 又能够送给谁呢 没办法扯 也没办法送 啊 没办法送 好 这首是 呃 我们看起来 它是写夫妇的 写夫妇的啊 写男子在外面对家中妻子的思念之情 后面几句书情 大家看写得很好 潮聚之风寒 也处是英语 啊 我住在潮里面 像鸟一样的 我知道有风有冷 我假如住在地洞里面 我知道英语天气的苦难 一个人假如不曾经离别过爱人和家乡 哪里知道 哪里知道 羡慕人家 两夫妻在一起的那种情景呢 这次写男子在外面对家中妻子思念的情 这次写的章话写得非常好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